四个月前北投文化国小爆发 刘小妹割喉命案 如今受害家属向台北市政府 求偿八百万的国赔 打算把钱来捐给弱势团体 博士长柯卫哲听到消息之后 法律上国赔案应该不会过 也不希望有老师或训导主任去坐牢 那么强调说 希望跟家属做进一步的沟通 妹妹你可以来找我 因为你是爸爸的宝贝 爸爸的心肝 爸爸会帮你完成 刘小妹遭公信凶贤割喉惨死校园 当时刘爸爸哭到伤心欲绝 事隔四个月 刘家人依旧无法忘却失去刘小妹的痛 决定请求八百万国赔 希望社会大众重视校园安全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话说得很白 我们法律上国赔大概是不会过 就是这个不要用国赔的方式来取 因为你现在国赔 那你要找谁要负责 就是我们不需要说有哪一个老师 或哪一个训导的人去坐 我们不希望说这件事过了就过了 然后政府一点座位都没有 这笔钱我们就是 应该是直接给弱势团体吧 柯市长职业挑明 国赔应该不会过 但家属不放弃 将请求书送进法治局国赔委员会 一旦八百万国赔成立 卸由教育局代电 再向文化国小索赔 到时候校长老师可能都得负起责任 谁的疏失 谁要负责任 那个人要来赔偿 家长是讲说围墙过低 那当然学校也认为说 他围墙从创校的围墙 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 歹徒入侵校园残杀一条无辜小生命 但校方不认为学校有故意疏失 法治局近期内将找学校家长 双方代表陈述意见 各案持续四个月 持续引发关注 记得综合报道